你们你们是什么人 护生你不要怕 我叫文后 他叫武常青 我们是修仙 误入了时空隧道 来到这里 想来是因为这块玉佩 才在这里遇见 但你实在可怜 我们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但你也需要帮助我们 找到回去的办法 神仙 愿望 我是有一个意义呢 还是 不管了 先留下来当模特 好的好的 没有问题 我们呢 虽然可以把能力传授于你 可是 有些副作用 副作用 请 参观我汉服馆 好 夫人请 哎 呦 你小子还敢回来呀 帅个美女扮相不错呀 给这个穷鬼打工能给几个钱啊 火销啊 怕你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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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人这么臭 啊 啊 啊 都说有副作用啦 你搞什么呀 啊 哈哈 啊 哈哈 啊 你们看 当时你们就是在这里出现的 黄兄 你附近的这块玉佩 还是由你保管吧 也好 你们 哇 你好丢呀 快快快 来来来来来 我给大家免费拍照 拍好队 拍好队 来 来 近一点近一点三二一 哎好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啊 你看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才跟我跟我醒了 哎 黄兄 你才跟我跟我醒了 嗯 林小姐你就走了我吧 救命 你不要看我 我害人了 啊 啊 你玩 啊 光天幻之下 你们挑起小姑娘 我看你想去 吃牢饭了 啊 啊 这位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啊 我呢 你没事 我没事 你没事 辛一 怎麼了張姐 公司出什麼事了嗎 還怎麼 你都感到老闆的兒子了還問我怎麼了 張姐我沒有 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我管不著 我就是通知你一杯解鋪 明天不用來上班了 怎麼當 林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应聘的 你是来我们店当模特的 那太好了 不是 我是来应聘店员的 我之前在摄影店工作过 老板的儿子骚扰我 工作也就 不管怎么说 欢迎加入《月望书》 你们看这是什么 汉服大赛邀请我们《月望书》参赛 要是能拿奖 咱们就真的发达了 秦亦 其实 小玄 这么快就有新欢了 小玄 我跟秦亦其实没有什么的 我是汉服管新招的店员 跟王大哥亲亲白白 王文武 你看你这眼光 别太过分 这么快就护上了 你也不自己看看 难为比的上吗 至少他不会随便侮辱人 秦亦 我们走 王文武 谢谢你送我来 怎么办 他好像找到我家里来了 这里肯定不能住了 要不 你先跟我回汉服管 就 就 五哥和文姐 都在汉服管 你先跟我回去吧 那 是能这样 这就是我的房间 待会儿 你就出那儿吧 好 对了 这个给你 你刚才才说不会对我怎么样 现在就拿这种东西来恶心我 你刚才才说不会对我怎么样 现在就拿这种东西来恶心我 这是男人 骗人的滚 不 不不不不 这个 这个东西 耳塞 我说的也是耳塞 我这房间隔音不太好 怕你睡不着 所以到便利店去给你买了一封耳塞 今天太晚了 等明天早些时候 你再搬到文姐房间去就行 好吧 那你呢 我没事 我去沙发上凑合一晚上就行了 那行 你先休息啊 没想到文武五人这么好 我竟然还有那种想法看他 真该死了 他该不会因为我骂了他 就睡不着了吧 摩托找得怎么样 没找到人 之前合作过的摩托 配其他店 拷架抬走了 专业摩托公司 我们根本请不起 没关系的 总会想到爸爸 是什么 一天啊 不许见下任何人 本小姐要包场 不是美女 汉府馆 有啥可包场的 本小姐明天过生日 想让我家用人车古代 子装伺候我 甜一天的古代公主的感觉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 他要快去给我倒茶 傻了吗 我没有不是你的奴夫 不就是想要钱吗 想够吗 怎么 还不够 请你对我的朋友 尊重一点 你的生意 我不做 别不止好歹 你以为这套街 就你们一家店吗 好心痛 没想到 我王某人也有一天 也会被人用钱砸 姑娘 姑娘你醒一醒啊 来我看看 没什么大碍 王兄啊 我扶进去休息片刻 哎好 王兄姑娘醒了 你醒了 你没事吧 是你这儿吧 姑娘 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他叫李然 是旁边职校的学生 我家里条件不好 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自己打工赚的 后来我被校友接上去一家 公司兼职 没想到他们是搞传销的 好不容易跑了出来 他好几天没吃饭了 到这儿的时候实在跑不动了 就是才可怜的孩子 真的很感谢你们救了我 如果你们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一定竭尽全力 那就来我们爹里当模特吧 我 当模特 那当然 没有文姐办不了的事 还缺几个模特 怎么办 是 去哪里找 请问 怎么穿户 有什么需求吗 周子文 我要拍套中式婚服写真 你男朋友呢 别管他 我要一个人拍 姐姐 姐姐 男人都是身外之物 你想要的婚服写真 我们一定拍的你满意 哇 我这身还行吧 可太行了 我可以帮你免费拍照 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帮助月网书 参加汉服走秀大赛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对走秀不感兴趣 周小姐 你难道不想看到更好的自己吗 站在聚光灯下 让渣男后 他能看到吗 以赛是全网直播的 到时候他一定能看到 好 我参加 喂 之前合作的模特不参加了 那你让我怎么办 这出什么事了吗 之前合作的模特 不来了 怎么办 我当模特 不行的 我你刚才鼓励我来着 怎么到自己能就不行了呢 咱们一起 哈 还说什么素人改造 原来我只是被拉来凑数的 赚钱比想象难得多了 黑本了 还没赚到吆喝 最近没赚到钱吗 赚是赚到了 还赚一小半呢 挺不错嘛 听说你们店最近上了好几次热搜 赚了不少吧 tak 您在高抬跪手 给我一周时间 给我干的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小的这样不浅了吗 怎么时候还钱 怎么时候放 承议 你等一等 这个卡里 是我所有的积蓄 多少钱呢 还差一半 别打了 住手 哟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吗 王老板被揍得这么惨 知道为什么吗 你的店位置这么好 多少人都抢着药 本来容不下你继续混的 都是因为我 这样吧 要是你今天给我磕个头 交个二十万的入会费 我们哥几个 就让你这店继续开下去 这孙子 才老的钱都没给 哪有钱给你们 我开店凭本事 不欠你们任何东西 凭什么交我入会费 我告诉你 要么你就乖乖交钱 要么就滚出这里 你们欺人太甚 我问我 我劝你乖乖听话 否则 你这店就什么也别想留下 老板 你再说一点 你干嘛 我马上就快回来了 快点 我数三声 你不答应 立刻点火 一 二 三 我看谁敢烧店 刚也是吧 怎么 皮又痒痒了 没没没 我上来看个 张照片 我我现在就走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问我是谁 你也可以 出了什么事了 李会长 你作为童话路商会会长 可得给我们主持公道啊 有些事啊 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你们这个店啊 接二连三的出事 现在我就命令你们关门 这都 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 小姑娘 道理啊 是人定的 可不是嘴巴讲出来的哟 别败了 今天是个鸿门宴 就是想裸杀月网书 哟 王老板 话可别说的这么难听吗 只要你们月网书 在半个月后的汉服大赛上赢得同仇 我 自然就放过 好 我同意 那好 那就先把探下的押金交了吧 两百万押金 你们太过分了 你怎么不干脆去抢啊 你们不交也可以 现在就关门 离开我们的花洞 来人 略望说招牌你给我占 等等 三天 三天时间 你把押金 交到赛事组 准时参散 好啊 王老板 这 别让我失望 早 老板 给我出那老板 今天呢 必须给我说法 我在哪家店买的汉服啊 穿不到一天就过敏了 阿姨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您说您买了我们衣服过了敏 这不可能啊 我们家的衣服 都是用的上好的面料 怎么不可能 你看看 害得我差点上院 大天啊 给拼命理 今天你要不赔我十万块钱 我就举报你嘛 风口白牙 可别随便污蔑人了 污蔑人了 你看看 这是你家店的样式啊 还真是我可不敢买了 果然名气越大 东西越不好了 阿姨 麻烦您可以把小票给我看一下 如果有问题 我肯定负责 还想理赖 今天呢 不赔偿我十万块钱 到网上啊 公开给我赔你道歉 又给你们刷个道总阴上 非要刷得给我买了 我们走 诸位暂且留步 此事颇为欺小 还请大家留下跟我们做个见证 就是 如果我们店里的衣服真有问题 凡是在我们店里购买衣服的 我愿意做十倍赔偿 阿姨 能把衣服给我看看吗 随便快 不抵赖就行 阿姨 这件衣服上的花纹是鼠袖 针脚平齐 色彩明快 一看就是出自行家之手 可能啊 是我年纪大了 记错了 我这么快 这个把光圈调大一些 哦 这样 对三 二 一 啊 那啥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又没说什么 啊 你们两个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 不做你们的声音 哦 我 你昨天非礼我 非但不道歉 竟然害这个态度 下跪道歉 或许 还能选择发送人 听见没 下跪道歉 你说 昨天非礼你 可你身上连个音星都没有 非礼你 你有声吗 你是言语调戏我 哦 又变言语调戏了 那我昨天穿的是什么呢 你是小伙的 这是他 那你看得清楚我的脸 还有你个草猫 看不起我们打工人 啊 你放什么屁 哎 我可开始直播呢 信不信马上送你们十二三 我们走 你怎么办 老板 接着该怎么办 老板 接着该怎么办 走 一天天的 看着人挺多的 全是来找茬 今天店里的客人 又全被吓跑 那还不简单 我与王兄到街上宣传一步 凭我的魅力 那岂不是小菜一碟啊 啊 哈哈哈哈 你给我去哪 没听啊 去哪个酒吧啊 没有 你带我去瞧瞧呗 反正夫人我错了夫人我错了 夫人我错了 王兄救我 古兄 你保重啊 五哥 有时候也挺怂呢 让着自己的老婆那不是应该的吗 那当然 我也会让着自己的老婆 你哪来的了 你哪来的了 以后 会有的呗 想 把房租 水电捡去 差不多就能把张爷那边的钱 给还清了 啊 你把张爷的钱都还了 那比赛那边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值多少钱 这 可是你父亲的营物啊 暂时只能这样了 之后 等我把钱赚回来 再把他赎回来 我先出去一趟啊 哎呀 这下 算是捡到宝了 老板 这块手表全球限量 换你手上的玉佩 你不会贵 这个手表 看起来好说 也是价值上千万了 就要换这块玉佩 看来我的玉佩 一定有乾坤的 你别得孙进尺啊 我的手表 买十个玉佩都够了 要不是我身上着急还轮不断呢 你先行 说好了啊 那咱可不去反悔 王文武呢 咱在店里啊 老板拿电话去了 你倒是清楚 您啥自己的蛔虫啊 亲衣 你去上库 帮我找一下那件祥云款式的衣服 好的 老板 快去前面看看吧 你起来 我这就去 这是你替我说回来的 我我 想要有谁啊 谢谢 以后 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终于解决了一件大事 可以放松一下了 看一杯 怎么样 在你们那个时候 可没这些吧 哎 老兄 可不要小小老虎说话 我们那个 没有音乐动动跳 真的假的 让我一个 好 啊 啊 那你脸是太威风了 太棒了 刚刚有好多美女 问你个联系方式 啥呢 小姐 哼 别神的攻击 快走不好吃 你想尝尝我全套马 臭流马 贺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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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走 五哥 人有三级 我就先回去了 你照顾他 这得加钱啊 哎呀 那这个给你千斤不换 这个是合 好吃吗 嗯 啊 差点看到我太奶奶 知道我从哪了吗 哎 我人默契 切怀身子 无人替啊 我们 不应该擅自去酒吧 这里还有一点美女小卡片呢 嗯 嗯 嗯 也是 这也是 夫人冤枉 当时真的是旧人心切 我和帮兄当时在舞神大跳舞跳个是甚至欢 哈哈 这个 后来贺小姐就出现 然后还有一个黑衣人对吧 他们 贺小姐 贺小姐 你倒是出来一下啊 嗯 确实在感谢他了 贺小姐没有说清楚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什么身份 这样跟我说 哎哎哎 你看 我们确实救的贺小姐是吧 是 是 这是 这开了五百万 就当做你们救我的限制 有钱了不起啊 就是了不起 怎样 贺如威 我不是贪图你的钱 但是 我有个请求 说来听听 你来我们店当模特 参加华福大典 怎么样 什么叫 一言为定 好啊我 你是看我今天来特意追过来的吧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还想说多少遍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要来参加 我只是来签到的 谁又欺负我家宝贝了 曾 你来啦 他也来参加比赛了 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又是你 我有邀请函 堂堂正正 什么破邀请函 在我眼里 就是张废纸 包括你面上 算了 咱们公平比试一场 谁要是输了比赛 就给我跪下 隔三个小头 好 一言为定 啊 吐哥他们都去前台了 照顾咱们先过去吧 好 今天一定走吧 走 哎我马上 你人快点 哎怎么动我 我看你肩子怎么打 我看你肩怎么打 我看你肩怎么打 我看 这 你马上赶到现场去 务必保证轻衣不要受委屈 我看犯犯 是清风的 大家好大家好 听说前几天有个人 有的林会长高兴 哪个小这么不是抬举 哪个人混了 您会长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怎么会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呢 我们啊 今天就要做到 公平 公正 线也即将分享的是月望苏汉服馆 糟了 忘了拿扇子 比赛规则又没说一定要有扇子 应该无所谓的吧 第一轮淘汰的队伍是月望苏汉服馆 因为你缺少团扇配饰 比赛规则中 并没有说必须佩戴团扇配饰 这不公平 行什么投胎我们 你们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看吧 这不公平 明明是故意针对我们 我看谁敢投胎月望苏 我看看今天 谁敢投胎月望苏 你算哪根葱 在林会长面前 敢撒野 月望苏违反大会规则 被淘汰 一点问题都没有 林会长 你觉得我算哪根葱 管不管得了这华服大典的事呢 瞎了眼了 连林氏集团的传秘书都不认识 这秘书 是我右眼不识泰山 误会啊 都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 那就继续决赛表演吧 别让观众久等了 恭喜月望苏汉谷馆进入决赛 绿色你怎么了 你说会让他说丑吗 怎么你 现在拿到了冠军 绿色 绿色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怎么可能呢玉森 我问我的婚夫啊 都已经被我捡来了 他们一定一不了的 你最好说到做到 我们来 你好 我 如果 还好我留了一手 他今天 绝无翻身的可能 缺他 怎么了 这怎么办 我看看 切口整齐 不是刮破的 像是有人故意破坏 一定是李律森那个小人 他就是故意针对我 反正都赢不了了 咱们退赛吧 我有办法 下面进行大会第二下 我们 我们阅望输 怎么回事 阅望输不想比赛了 被黑幕了吧 你看灯 把麦克风都关了 这还比什么 怎么样 我干的 神仙 神仙都救不了你 接下来 请欣赏我们阅望输的 圣氏 华福 我看着他 行与不知 一步一去 是相思 还行人 行王 真情 你无所人 还想 休息 神仙 他所着 等方法 诸实 终日和 其人 遇见 为 听一句 一叹 喜 你 欣赏 情趣 又说的 你虎太漂亮了吧 他们是故意 嘴流一盏灯的吗 本次的优胜队伍是 清歌汉福馆 我不胡 我要看票 你以为这是财场吗 此等获赦还想获奖 快去见 让他们看票 我同意 让他们看票 我同意 呃 这事情出现了点小事物 等我看一下票数 本次汉福大秀 观众投票第一的是 虐望输汉福馆 黄文武 把我们小姐叫出来 小姐 就是你们这群臭流氓 我今天 替轻衣好好教训教训你们两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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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为我 我们家老爷呢 我们接着小姐回家 你既然打我们 你才是流氓 我完了 我好像又闯火了 嗯 哈哈 怎么又是你 我看 这么长时间你不想我 你一直躲着我呀啊 哈哈 啊 快满开 怎么那么大呢啊 这一次你他妈竟然敢打我 你啊 人 屁 啊 清一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还疼吗 扔脚子 你少说风凉话 喂 要采访我 还 还让我上电视 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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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成男神了 啊 我们阅望输汉服款 致力于为顾客 提供最优质的汉服体验 欢迎大家常来玩 我是杰出青年王温武 用汉服引领潮了 我去 老板 老板你真的火了 怎么都是你的行为啊 功夫不复有心人 黄兄 已经步入正轨了 王温武 你看 你 对 把我头有回来 我先接个电话 喂 对 李老板 我是王温武 你要给我们注资 那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李总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新产品 对 你等我好消息吧 啊 家人们 家人们 我们 要发达了 哈哈哈 当初你是怎么承诺的 狗红武这种吊死 竟然会是你的对手 现在好了 人家 成优秀企业家代表 你 嚷嚷什么 谁知道那天有人背后搞鬼 误然 王温武这种傻子 配合我斗 我看你啊 浑身上下最近的也是醉了吧 气不如人还不敢承认 臭娘子 当初不是你嫌弃王温武没本事 才跟到我 我不是想吃回豆草啊 真是骚猫改不了偷心 你这个废物 连王温武都比不过 还有点打我 你果然是想回去找王温武 是的 贱人 你不算这个狗鸟鸟 真是个东西 哼哼 红武现在这人大姐 老知道不合他分手 不过 红武这种广司 我烈尸小剂 我们俩很快门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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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小学 我马上过来 我 問我我後悔了 我當初不應該拋棄 我還能和你在一起嗎 這麼晚呢 老闆怎麼還不回來啊 哎 人來了 老闆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啊 怎麼了 為情所困啊 欣揚 我之前女朋友把我甩了 但是她現在突然回來找我 你說 她是不是拿我當備胎啊 她是不是拿我當備胎啊 沒法殺啊 怎麼開始說胡話了 這還要問嗎 很明顯啊 王兄啊 這個聶小姐傷你傷的還不夠煩 你怕是又心軟了吧 你可要小心 她是不是有什麼鬼主意呢 讓我讓你沒這些事 可是 可是我跟小璇的感情 之前一直很深刻啊 你去當你當老 р 不是 秦京 我不是那意思啊 喂 好马上 你跟着我 放手 大水汁 聂小姐好久不见啊 我没钱 我的钱都被李森林管八蛋骗光了 管我啥事 今天你要是不还钱 嘿嘿嘿 我们可就把你扒光了卖身还账 救命呀我问我快来救救我 你呀我 你 你 你 落后好处啊 你 那你有病吗我找他来还钱呢 哈哈 你欠他多少钱 他欠我文化钱 文化我的前辈医生全部直接走了 我真的没有钱了 我问 兄弟人还怪好嘞 就是有点恶心 走 走兄弟 我 我和玉森分手了 这个王八蛋骗走了所有的钱 害得我没有了工作 求求你帮帮我吧 我知道你现在混得好 我不求占你的光 只求你给我一个月的工作 让我把下个月房租交 这 这我又是办法做不了决定啊 你是老板 有什么决定是你做不了的 还是说你已经嫌弃我了 没有 王王五 我看你是疯了 王王五 我看你是疯了 小萱 他怪可怜的 没事的 如果林小姐不愿意 我不来就是了 你当初是怎么对老板的 现在看他有钱了 又回来找他 你这种势力的女人 根本就配不上他 轻衣 要不让小萱 在店里待一个月吧 帮帮他行吗 随你便 老板今天不再见了你 你有事完整再来 这里不欢迎你 我能得到你来指针了 王文武已经同意了 你去看我 那是王文武眼瞎 那谁 看看 那么厚的灰 不知道擦一擦 你以为你谁呀 还在这使唤别人 我 我当然是你们的老板娘了 告诉你 别想偷人 不然那王五回来 不然他把你们全部都看出 这位小姐 据我所知王兄现在还是单身呢 何来老板娘一说呀 你少废话 穿那么多衣服也不知道整理着 我看你 是不是在帮我 文武哥什么时候是你的了 真的要你 反了你了 怎么跟我说话呀 文武哥也是你家的 小狐狸精 你被开除了 你说的不算 天学 你要胡闹也要有限度 我们店里的事还能当你怎么来插床 你门店 你又是哪个的葱啊 还不是 把自己当成老板娘了吧 请你出去 不要影响我公公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不知好歹 你也被开除了 你敢打我 你爸妈你不敢打我 我打了就打了 你就去废话吧 你这样都开除 你们在干什么 我文武 文武他们欺负我 委屈你了 小轩 我本以为你真是可怜 才给了你一份工作 现在想来 也不是这样 我 你们答应我的 我去调查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 那群小混混 都是你安排好的 现在请你 立刻 马上 出去 王武 你是后悔的 最近这段时间 太家都辛苦了 不如咱们一起去吃火锅 哟 你们干嘛呢 周小姐 你来得正好 文武一会儿要请我们吃火锅 你也一起去吧 莫老 我这次来是跟你们告别的 啊 这就要走了 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了 谢谢你 让我穿这身欢服 我一个人的婚礼 也算成功 你客气了 没有你 我们汉服大秀 也办不起来 那我们永远再见 这件衣服更成您的肤色 这也太素了吧 差不多得了 自己长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梳 你倒是长得好看 那还是服务员呢 你说什么 不可是还不走秀的冠军 带带顾客去试紫间衣服 难道知道你满意没吃 这还差不多 零七在这装什么好人 还以为得了冠军有钱哪 结果还不是在这伺候的 气 嘴巴那么贱 这套我的精神损失费了 气死你 你不要对顾客这个态度 我怎么了 帮我 好大的胆子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手脸 美女 咱们有话好好说 可别动手打人啊 那可是一百万的手链呢 我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手链 欣音姐 你看到客人的手链 就帮你告诉她吧 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再说了 一百多万的东西 我还看不上了 好啊 还什么汉服大赛冠军 我看是潜规则睡出来了吧 无凭无据 你怎么血口喷人 证据 你要证据搜他身就在他身上 糟了 那是汪汪哥发现手链在我这儿 肯定会把我赶住汪月叔 买衣服我要搜他的身 诶 搜身 还是让我先搜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亏我还卖了啊 算了 这倒是我眼下看错了 轻易 光光 你看是不是这个 真是我的手链 不好意思 怎么会我明明就 说起来刚才你也去了十一间 你真的没有看见手链吗 姑娘 这手链 真的是你偷的吧 文武哥 你真的相信是我偷的吗 都怪那个女人他自己 女人 你到底干了什么 果然你们都看不起我 我不就是没喝不喝有钱 美灵机漂亮吗 这跟你偷东西有什么关系 怎么还到的绑架上了 你 丽人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搜身 还是让我先搜 清衣 我们没有直接证据 是说李然陷害了你 对不起 不过清衣啊 你刚刚 打我的那一巴掌 可太得劲了 我到现在还疼 这可不是我叫吧 五哥 算了 只要他不去伤害其他人就好 我都哭了王 我还不出来追我 云七真是好手段 看来 我得想办法 或许我可以帮你 你 你 想问什么 果然 什么都瞒不过文杰的眼睛 你都做生意晚上了 我在想 我们会不会真的误会李然 万一 他真的没有偷顾客的手链呢 就算他不是故意偷东西 可他想要针对你的心思 不是真的 我又没惹他 皮肤最白必起嘴 你有的比他多 就是罪过 万一他小孩就这么说 我就这么机会 老板说一说 这里是十万块钱 明天本老角要包场一天 我卖艺 可不卖身啊 本小姐明天过生日 谁看的上你呀 好的 我保证贺大小姐一定满意 马上就要融资签约了 包场干点影响不好 贺小姐还是去找别的电盘 都是生意 你哪有把财神爷爷往外推的道理啊 明天 我办定 大小姐 大小姐 明天不见不散啊 他就这么把你赶出去了 我被林小姐诬陷偷东西 不止没了工作 连老板和文姐也误解我 我明天 在月容书办生意 你 跟我一起去 我倒要看看 他有多大的本事 再把你赶出去 真的 太感谢你了贺小姐 有事 先走了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吧 可如意胸大无脑好利用 等我回到月望书 自然会拿到商业记忆 好 这里是一百万 等你拿到资料 我再给你五百万 别想耍花样 否则 你知道后果 你 欢迎贺大小姐 看看 我们这身装扮 还满意吗 我带来几个朋友 招待一下吧 哎 李然 你怎么跟贺姑娘在一起 李然 你怎么跟贺姑娘在一起 怎么 他不能来吗 他已经被开除了 我现在才是月望书最大的客户 我指定李然来服务我 不行吗 算了算了 今天他过生日 忍一忍 你是老板 随便 走 好 我们去吃辣椒 真是烦死了 好不容易修剑 还要陪他来这发疯 要不是因为他有钱 谁愿意搭理他 一个爆发户 还真当自己是豪门千金了 也得亏他是爆发户 脑袋空空没什么见识 要包包箱水都给咱们买 你们几个 真把贺大小姐当成提款机了 他对你们那么好 你却在背后说他坏话 吓我一跳 还以为是谁呢 鬼鬼祟祟的偷听我们讲话 原来是你啊 还说我们 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 不也是看上他的钱 要不然 能给他闭店过生日 我至少开店给他过生日是真心的 而你们呢 他过生日连个礼物都不送 还一群人在这外面偷偷骂他 啊 像你们这种两面三刀的朋友 贱 他不就是要几个臭钱吗 他要是没钱 他要是没钱 也是我的朋友 贺大小姐虽然脾气大了点 但是 他对人真诚 坦率 他有钱 不过是他的加分项罢了 而你们几个除了嘴巴臭 一无是处 你 放开我 现在立刻滚出去 滚出我的地盘 不走是吧 我一般不打女人 但是你们几个实在让我太恶心了 我不记忆动动手 你给我等着 迟早让你好看 走 贺大小姐 你吓我一跳 你倒是资格生啊 你怎么跑出来了 看看那事你都听到了 我花了钱 当然要看你有没有偷懒了 谁偷懒了 我再为你撑腰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以后 别和那些人来往 要你滚 太羞了 你滚啊 我真热的 请你不要再迷恋个偶 个只是一个蠢 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啊 来 大家我们一起举杯 祝贺小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干杯 来 来 来 大家看镜头啊 哎 笑 大家快乐一点 准备啊 三 二 一 恶小姐 你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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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不醉不愧 喝了小姐 咱们下次再喝吧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呢吧 啊 我跟你一起送他回去吧 可以 谁知道他又送他 嗯 嗯 娘子啊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回去歇息吧 没事 你俩回去吧 我等吴姆哥回来就行 那就麻烦你了 东西已经到手了 到月娄处后想来去吧 你说 我哥和文杰感情这么好 咱们是怎么做到的 你觉得呢 如果遇到一个像谷歌这样的人 我也愿意放棋切给他在一起 那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那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符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 你胡说什么 花心大萝卜 谁你都要撩一下 吃醋了 你吃醋了就说明 你心里有我 谁吃醋了 你别胡说八道 清一 等我解决汉服馆的事 我们谈谈戏 老婆 你们在干什么了 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有问题 林清一 你个不要脸的 你再勾你他我就撕了你的脸 鹤如威 你别太过分 蛤 奇怪 清一怎么不接电话 她故意的吧 就想让你担心她 清一不会干这种事 你就是要维护她 清一最喜欢的手链 怎么掉在这 坏了 出事了 那我们先回店里看看 走 打到你的腿会少很多乐趣 别别动手 听见了吗 等着我跑了一夜了 那个 来吃点东西 你跟踪我多久了 怎么想到我 你那个废物老板 你来吃吧 我知道 咱们已经报警了 我来找个朋友帮忙 你别太着急 要是我再仔细一点就好了 王兄 你都一手没合眼了 要不先休息一下吧 李玉森 你来干什么 你们是在找他吧 你把轻易怎么样了 我知道林轻易的下落 不过你要跟我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探服大典夺冠 多家财团想融资越往输 请一次签约会 你别太过分 请融资所会信 希望说会被商会成名 事业和女人 怎么要选一个 你 好 那你们就等着 给林轻易收尸吧 既然他说他有消息 不妨跟上去查看一看 好 都安排好了吗 按几个方法关口 好 虽然这次我没有抓到林轻易 但他的失踪刚好可以利用 这回 我看王文武还怎么翻身 混在卧室里那个小姐脾气也太大了 不吃不喝光在马人 你说是绑来的还是别得罪他 看来轻易真在李月森的手里 咱们这么冲进去 那个李月森也不会成功 那咱们先回与我说 你要是先成为世界首富才行啊 我想想怎么 万一我真的是首富之女呢 那我王文武 我就要 饭硬吃了 哈哈哈 秦姨 秦姨 你回来了 好 好 你回来了 秦姨 对不起 我没能救你 老板 多多了 我给你把衣服 老板 你怎么在这 这个不重要 刚刚的 你喜欢吗 滚出去 不用拿点慕如林轻衣了 丽然 我告诉你 你连给轻衣提携的资格都不配 你给我滚出去 可能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救秦姨了 王先生 阅望书可是咱们同发路的热门代表 你有什么想要介绍的吗 我一定不能辜负了秦姨的心血 感谢各位对阅望书的支持 这次我们将带来全新的产品 这是我们团队融会了无数的心血 和智慧的结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的 谢谢 王总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和对时尚潮流的把握相当倒霉 相信您的设计也会在市场上获得巨大的成功 资金这块不用担心 期待我们的工作 感谢李总 我也相信李总 我们合作的产品肯定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来 让我们的模特儿先展示一下吧 这款汉服叫做流年 我们的设计灵感来自于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岁月流转和时光变迁 我想通过这件汉服来表达对历史的敬畏和憧憬 太好看了 我一定要买 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汉服 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呢 这款汉服啊 是由我们店内最好的设计师所设计 它融合了传统的刺绣和现代的才艺 感谢大家的喜欢 非常感谢 有数抄袭 有数抄袭 这款汉服根本就不是你们设计的 这绝对不可能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这款汉服的设计 由我们团队亲自创作 绝无抄袭可言 王先生 这真的是你们的原创吗 你还在狡辩 这款汉服 无论是材质还是花文 都和网上这样汉服链一模一样 真的 一模一样 欲望书也太不要脸了吧 这不可能 我看看 这还真的一模一样 这绝对有问题 得了吧你 明明就是抄袭 还不承认 大家听我说 我们这件作品的设计宁感来源 是我们愿望书 设计师林轻一的同年回忆 而且它的鼠袖 针法独一无二 不可能有人抄袭 得了吧你们 都是借口 我要呼吁大家 抵制妄言书这种不良双家 王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鼠袖 独一无二 同意等 这里的花纹不同 线条走向也不同 这绝对不可能是抄袭 这是青衣 喂 李玉森 你究竟想干什么 王文武 如果你想救林轻一 就乖乖承认你抄袭 你休想 我只给你三分钟做决定 要么承认 要么 我可不能保证它会发生什么 李玉森 你个王八蛋 我不能让青衣受到伤害 黄总 你知道什么吗 快点说 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 你快说呀 我 他说什么 抄袭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通言实践有什么用 赶紧承认吧你 王叔 快赶不开个证据 我 我承认 我的灵感 确实有些借鉴于别人 是 谁要说 我说的话路 谁要说的话路 谁要说的话路 王文武 你真的让我失望后帝 咱们的合作不用再继续了 原来是抄的真不要理 以前我也是抄的吧 真回去以后再也不买了 李老师 你为什么要承认 文姐 等我回来再给你解释 我得先去救轻衣 秦亦 你等等我 我马上就来救你 我挺够的 你这么年轻的比赛少花招 你放心了 我不能跑了 我 有点渴 我们以后都没事 这会吵 只要你听的话 我会好对你 好 被李云森这个杂碎给骗了 轻衣 轻衣 你在哪儿 变态男 肯定是那个变态男 轻衣说他家就住在同华路附近 轻衣 轻衣在哪儿 住手 住手 老子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老板 终于来了 别怕 别怕 雨我在啊 别怕 天哥 你可以饶了我 我不害怕 你 肉砸碎 你把这些话留给监狱的好大哥说吧 他们会好好关照你的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拿药 你别走 陪陪我好吗 别害怕 那个人账已经被送去坐牢了 以后有我在 我会让你受到伤害 谢谢你 一二再再再二三的酒 以前我都是一个人 从来没有人帮 那我以后可以照顾你吧 今天 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儿 我和轻衣 我和轻衣 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 没错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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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 你答应过我的 我帮你识回玉佩 你就对我言听计从的 我现在命令你 和这个女人分手 不可能 贺如威 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 玉佩真的是你自己输回来的吗 我看在王文武的面子上 不想跟你计较 你怎么还有脸在这里胡搅门缠 你们 你都欺负我 王文武 我恨你 你的贺小姐走了 不去看看吗 哎呀 轻衣 我的心里面 只能装下你的事儿 哎呀 好了好了 吃饭吃饭 嗯 最近店里人少了好多呀 平时这会儿都是人满味患的 嗯 自从上次被泼了脏水以后 店里的口碑就一落千丈 你傻呀 你怎么不去解释 当时不是忙着去救轻衣吗 压根就没想这事儿 你们看 李玉森这个败类 马上要开招生大会了 他可真不要脸 完全抄袭我们的创意 啊 文武 啊 你想不想抱着 你说是 你懂的 哦 欢迎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本人的汉服品牌招商会 我们即将推出新款汉服 李总这真是年轻有为啊 这件衣服 我看比之前的约翁叔强不窝了 听说这个李玉森必靠林氏 他肯定能做大作假 我呸 全是抄袭 还有脸在这里开招商会 招的不会超 比我们的不差远了 想必各位老板已经看到了 我们品牌的汉服 无论口碑还是销量 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与追捧 而今 我们正在寻求融资与支持 以追求品牌的进一步发展 与壮大 你想的美 这是我的橙子 还是轮不到你来放肆 李玉森 你上次诬陷我们抄袭 那你可知道 这些作品都是我设计的 你们今天所有的设计 都是抄袭的 请大家看一看 正是我设计汉服的时候 留下的视频 所有的创作过程都在里面 而且日期比你们早一个月 你还想怎么讲 你一个打工妹 你懂什么设计 谁说的只是个打工妹的 我倒要看看 是谁抄袭我们小姐的作品 陈秘书 陈秘书你终于来了 我们这个招商会 没您不行啊 你瞎了你的东西 抄袭抄到我们林氏大小姐 林轻衣的头上来 你还融资 我们林氏 不需要你这样不长脑子的败来 林秘书 你怎么来了 小姐 老爷找你找的好苦啊 原来你在这里 你是 林氏集团大小姐 这 这不可能 原来是李总 你超新的阅望书啊 阅望书最好林氏的 我就说 还是阅望书设计的最好 喂 你傻了吗 啊 说的都是真的 你是林氏大小姐 嗯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我跟家里有点矛盾 不想对手 那 那那块玉佩 也是你说回来的 对啊 你猜猜出来啊 轻衣 轻衣 谢谢你 什么 轻衣 是顶级富二代 我上辈子 肯定拯救了一盒戏 我才能找到轻衣这么好的女朋友 我爸想逼我联姻 但是我不能忍受被别人操控 别怕 以后有我在 谁也不能强迫你 这可是你说的 我爸可难成的 我 怎么有点心虚啊 爸爸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跟回家男朋友回来吗 你怎么还不敢赚 林伯父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轻衣 最好的生活 林家 最不缺的就是钱 你自以为的优势 在我眼里一文不值 我只是想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你凭什么阻止 看我不顺眼你再生一个呀 你 就凭我是你爸 今天这个事 没得他 你 趁早死了这份心 别再来找轻衣了 小辰 把这垃圾扔了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暗眼 是 等一等 林伯父 你要怎么样才能给我一个机会 机会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 如果你能够融资三千万 我给你这个机会 大本你不要钱所难啊 好 就一周时间 我会向您证明 我对轻衣的真心 这个王王我确实有点本事 距离一周还有两天 融资的事情已经做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小瞧了他 董事长 您这是 想方设法就像如此不公平 而且 他还能为什么 您是说 他并不是真的挨大消息 而是看上民事 这就轻衣这么一个女孩 但 下手不能有 谁要是和烈望叔合作 就是以我林家为敌 怎么办 都没有人跟我们合作了 没事 我明天回去再跟我爸谈谈 不能只有你一个人 等我好消息 好的 然后我那个店开怎么样 我不敢一气 有您放手的话 他那边的资方 现在已经撤得差不多了 这点本事 这什么女孩 董事长是张兄高啊 王文武那边估计坚持不了 多久的过程 肯定不会再来纠缠大消息 爸 就你放过王武吧 只要你答应嫁给张少 自然会放过王武 果然 我的幸福坏了在里面 根本不值一提 我还不如跟王武私奔 来人 把大消息给我关起来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能放他出来 我是绝对不会嫁的 你说的是真的 林氏集团在打压王文武 是的 现在王元书的投资人都跑了 王文武要很再翻身 瞒入登天 林氏一呢 就说是被董事长关起来了 似乎是舔子 让他嫁给张少庆的人 好 太好 林氏一肯定还放不下王文武 让我来帮他一把 消息准确吗 千万俊 这是个通证阅望书的最好时机啊 林区长 上次在汗子大典王文武上当众出仇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商会的名利设影 我要让王文武亲手交出阅望书 我们赫氏集团愿意和阅望书合作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 你要陪我一天 啊 啊 哎小心 我刚换了新鞋 你来洗碗子 啊 我保镖来接我了 我先走了 照片都拍到了吗 阿小姐放心照片全个就这样了 直接送到连家别墅 我就不信 看到这些照片还不分手 好 哦 王兄 你父亲的这块玉佩 不仅仅关系到我们能回到古代 它还有大用途 嗯 我呆在身边这么多年 也没有发现什么用处啊 你看这里 哇 哦 有了他 有了他 林会长的宴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 各位 咱们今天晚上啊就好好吃 好好喝 来 先喝一口 哦 王老板 听说你们愿望书就要倒闭了 要不我今天做一个好人 就便宜的把你设计稿 给收购了 哎 哎 我们依然是同花路的回首 看看 就凭这龙行如意云文 龙行如意云文 他怎么要在月龙春 今天 我们是来拉投资的 李会长 我敢卖 你买得起吗 静止破坏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到底 是不是腾龙云文啊 他作为商会会长 应该以各位店主的共同利益为主 而他自己呢 中饱私囊 自私自利 在座的诸位 没有少被他欺压过吧 今天 他可以对付我月望书明天 就可以针对你们在座的 任何一位 王文武 你伤了点小毛利剑 不要给我缩下 你们什么意思 难道想站在王文武那儿去吗 林会长 难道你还要继续针对我月望书吗 王文武 我想瞧你了 这么大压你 翻了身 林会长 您客气 我们走 慢走 虎哥 给文姐说一声 店 跑出了 哦 哎 你去哪 我去找青衣 我不信 这肯定是赫若薇搞的鬼 你知道这段时间 阅望书是怎么挺过来的吗 是赫若薇给的订单 这段时间 他不在你身边 他马上就接受了赫若的好处 而且还陪那个赫若薇逛金 你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吗 轻衣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要见青衣 能不能让我见青衣 不行 董事长说了 你没有按照约定完成订单 已经放弃了大小姐 等会儿 我已经按时完成 别跟他废话 给我打 住手 林伯父 我想见见青衣 我已经按时完成了订单 而且 阅望书 也保住了 那我问你 阅望书的订单是怎么来的 是 是不是赫氏 是 你不用再说了 赫若薇对你是什么心思 你心里不明白吗 林伯父 我和赫氏 只是合作关系 我对赫大小姐 没有一点非分之想啊 这是 这就是你所谓的毫无关系吗 你听我解释 林伯父 轻衣 轻衣 赶紧走吧 我们大小姐将要和张家继次人订婚了 你就别再想赖蛤蟆吃天然肉了 要订婚了 要订婚了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们和张家继次交 稳当户对 你算什么东西 赶紧滚 我找他他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门酒啊 赫大小姐 赫大小姐 你怎么来这儿啊 哎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啊 你们这些有钱人 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们 怎么会呢 我就很喜欢你啊 你和轻衣都一样 只会把我把着玩 从左手到右手 再从右手到左手 拿我多开心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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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哎昨天晚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昨天一看見我的脫衣服 說真的 怎麼可能 我不行 我得先回岳望叔了 喂 好什麼 王兄 你昨天去哪兒了 不是去找林姑娘了嗎 青衣 青衣昨天找過我 沒有 王兄你臉色這麼差 你們吵架了 青衣要和張氏繼承人 訂婚了 什麼 無論如何 你們倆之間應該也無了斷 不如去找林姑娘問問清楚 蘇月是個明白 是應該解釋清楚啊 我說你跑什麼 但我男朋友就這麼可怕嗎 我哪點不如林青衣 能在青衣訂婚之前 讓我再見她一命嗎 看到林青衣訂婚 王王五總該死心了吧 行 那我帶你拜訪一下林家 好 看什麼呢 先跟我去店林老爺子呀 抱歉賀大小姐 我得先去找青衣 等找到青衣 我再來給你道歉 慌我 聽說這個張家大少爺 在外面也有很多情 啊 那你小姐太可憐了 對呀 要不怎麼會一個人被守在別處 都出去 我說了我誰也不見 青衣 是你 你我也不見 滾出去 青衣 你聽我解釋 我跟賀如威 一點關系都沒有 那些照片 都是她借一位偷拍的 偷拍 那賀氏和願望書的合作 也是假的嗎 好 所以 你真的接受了賀如威的投資訂單 我不接受願望書就完蛋了 你知道你父親 對付我用了多少手段嗎 那現在這一切都是我咎咎自取 不是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 你走 青衣 幫我 你跟我出來 誰能來給我解釋一下 我知道 你對我不滿意 但是那個張少爺 在外面情人無數 難道他就能對青衣好嗎 張家和林家有共同利益 張家 能給我女兒一切 而你 不行 所以我的婚姻對你來說 就是鞏固林家勢力的工具嗎 青衣 不要任性 那正好 你們不要忘了我 我要 從現在開始 他就是我們賀家的女婿 賀大小姐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當你們賀家的女婿 更沒有對你有半點兒非分之想 你還看不明白嗎 林家看不上你 你還亮上杆子貼上去 賀大小姐 我真的很感謝你對月望書的幫助 但是 你偷拍的那些照片 惹其誤會了 我有什麼錯 是你第一套蠢 他看到什麼就是真的 我怎麼了 我還跟老五開房呢 不是的 從來沒有 我們什麼都沒發生過 你看 我說什麼你都不懷疑 你真心 萬曹 林大小姐你省省吧 你說的對 我不該一直懷疑他 也不該讓他一個人 問被我們擋出大愛的壓力 我要跟張家退婚 我真正想嫁了 你這牙子 你氣死我啊你 等到了好多嗎 樂意至極 你踏出這個家門 不要認我這個吧 要要要要要往生 毛髮 等你 等你 五哥 你們這是做什麼啊 我們要回到我們的世界了 這麼突然嗎 相逢 離別 都事遠 現在王兄的事情 都告一段落 我們也該走了 不過王兄 你還有玉佩 或許有一天呢 我們會再見面的 喂怎麼了 什麼 好 怎麼了清姨 我爸被我欺病了 算了 肯定又不想見了 不會的 不會的 你爸還是很愛你 不能因為我 讓七姨和她父親 繼續恶化 還來幹什麼 我告訴你 我是不會同意 你和我女兒在一起的 明叔叔 不管你相不相信 這次我來 只是想告訴你 清姨的情況 他真的很在乎你的健康問題 他只是 不好意思說出口罷了 別在這假猩猩的 我還不知道你打什麼鬼主意嗎 你一個窮小子 還妄想娶我的女兒 我只是來告訴你 清姨的健康問題 不管你信不信 來人 我趕走你 我在這 你聽 不用這樣 我自己走 我趕走你 你怎麼了 董事長 你快醒醒 董事長 林叔叔心臟病發作 你趕緊送醫院 快 爸 我終於醒了 叔叔 你醒了 媽媽 現在有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我 那天 是你救了我對不對 我不可能 不救你啊 好 文武 你是個好小伙子 我相信啊 你是一個有擔當的男人 以後啊 好好對清姨 好好對清姨 不然 打斷你的腿 真的 我必須對清姨好 不然 我打斷我自己的腿 我 我現在 我現在 是不是明正眼神導管的啊 當然是啦 我連人都是你的了 何況 設一個小小的漢服館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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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現在 我現在 沒有 我現在 也开不起来 要不是没有他们 我们 也不可能走到一起 想想看 他们 还是留了念想给我们的 王兄 精一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 王兄 不负众望 成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祝你和精一 白头偕老 这两件物品 是跨越千年的见证 应该回到他们 本该回到的地方去 武昌清 很厚 您好 我们提前预约过的 这是我们来捐赠两件物品 这个鼠袖龙文 是一个朋友交给我的 本来已经失传了 但是 我想把它捐给博物馆 缠绳下去 这块玉佩 是我们祖传的 它让我与两个特殊的朋友相遇 我现在把它捐赠出去 希望更多的人 能借助他们 你说 还会有人记住他们吗 至少我会 你也会 轻衣啊 事出突然 但是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怎么 秦阳 自从认识你以来 我已经深深爱上你 无法自拔 你愿意 嫁给我吗 我发誓 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 我也没客气 听什么 我说 我说 这可以 你啊 你什么 我说 你什么 我说 你什么